大家看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颗三角梅 这个花已经开的差不多了 那么到了这种状态 我们就要及时给它做修剪 不然的话影响到它的新芽生长 因为现在已经开出了 这个气温回暖的话 这个新芽马上就要长出来了 所以说这些残花败流 全部给它修剪掉 把所有的残花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储存更加多的营养 准备发芽 当然了这个时候芽还没出来 但是根它会比较活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适当的 给它使用一些养根肥 那么像这种大型花费三角梅 我们给它用养根肥的话 要用这种有机肥 我用的是这种发酵好的干养分 这种养分的话它肥力温和持久 而且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给它用一点这种养分的话 可以让它涂养会暖和一点 因为这些有机肥 它在土里会增加温度 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它长根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长新芽 赶紧给它用上这种养根肥 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好 等到我们发现新芽长出来了 再给它使用一些复合肥 或者是塑胶肥 让它长芽更快 所以大家有这种状态的三角梅的话 赶紧给它做处理 把它的根养好 到了这个气光回暖 它就会疯狂的冒心芽出来 好了 这就是养三角梅的一个技巧 我们下期见